运金车结案最新发展 背后可能有内贼 您觉得很意外吗 新的证据指出 价值480万美元的黄金被结案件 其实有内贼接应 价值480万美元的黄金 在运送过程中 于北卡罗来纳州被抢劫 警方调查指出 这起案件其实是事先预谋 两名Transvaryu保全 开着没有标志的大卡车 从佛罗里达州运送黄金 到马萨珠塞州 驾驶刚把卡车加满油 他的同事抱怨汽油味太重 要求把车停在路边让他呕吐 当他们下车之后 三个持枪歹徒 开着白色面包车接近他们 歹徒命令两位保全趴倒在地 将他们双手反绑 接着胁迫他们走向附近的树林 警方认为 歹徒原先预计截走大卡车 但因为不知如何驾驶 只好放弃 他们截走卡车上约125公斤的金砖 而没有带走价值约500万美元的银 大卡车上并无任何标志 歹徒究竟如何得知 车上再买贵重金属 警方针对这个疑点 正全面进行调查中 汤温news原创贴图开买咯 快到Line Store下载吧